首先假设我想要去做一个很简单的 各年度销售分析 各年度销售分析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订单打开 好 可是在这个地方有两个名称 请你稍微知道 一个是使用中 一个是全部 现在我一个表格都没有 所以我使用中 其实它是没有任何东西的 那全部里面才有东西 所谓绿色的意思就是 可以去使用 那如果不是绿色 就是不可以去使用 好 那我们点选订单 我要呈现各年销售分析 所以首先先打勾年 好 因为你去思考 我想要去画一个长条图好了 各年的销售 各年的销售 所以在这个地方 这个年是不可以计算 请问年是文字还是数字类型 当然是文字类型 好 没有人会把2017年加2018年 再加2019年 加这个年的数字是没有意义的 好 那我们来去把这个年改成不摘药 不摘药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他不要把它加起来的意思 就叫不摘药 其实这个名称我比较喜欢叫做不会走 好 那我们来去看 卷轴拉到最下面 勾选销售额 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可以知道 这张资料表 这张资料表 里面大致上的内容是什么 嘛